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东远 日复一日淘机 现在咱们来到了飞扬市场 最近实在是太难了 市场上美版的好机器也是非常的少 像我手里拿这种碎的掉渣的机器倒是不少 大家猜一下他们最终都流向了哪里 被某些人拿去的话 换一个前玻璃 还有后玻璃就变成了准准的亮机 很多消费者也看不出来 像咱们的话宁可不做 也不会去拿这种机器 或者是说别人直接换好的 咱们也不会去拿 接下来咱们就去给粉丝挑一点这个能做的 的机器吧 现在咱们来到这个档口 拿几台这个苹果的14plus 这款机器的话 个人认为现在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这个机器 它是欧版原生态卡头的 没有拆机的 如果是美版的话 就要拆开来 改个双卡的卡槽 才可以使用 像这个机器的话 目前个人认为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像他刚发布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定价比较高 不如去选择跟他同款处理器的13pro 马克思 但是现在市场上 他跟13pro 马克思有1000的差价 大家会去选择吗 这款机器因为没有高刷 使得他在这个所有iphone里面续航排名第一位 咱们在当口是4500一台 一共是拿了四台 回去好好的测试一下 接下来咱们再来找一个这个6.1英寸的 无所单卡的13pro256g 这款机器的话 跟13pro 马克思市场上已经大半年没有掉过价了 像这种电池效率100的更是非常的少 咱们也是以5300的高价帮一个粉丝挑了一台 所以说想入手上一代旗舰的朋友们 如果不是刚需 建议大家还是等一等 接下来咱们再给另一个朋友挑一台这个12pro256g的 这个机器的话是一个美版无所的 电池效率的话也是有93 也是非常的难得 一柜台也就那么几个 咱们挑了一个橙色最好的 没有拆过机的 单口老板的话是要377 咱就给他拿下了 接下来咱们再来挑两台这个苹果迄今为止 最具天花版的机器 14pro 马克思1tp内存 可以说整个市场也是没有几台 这两台的话也是一个欧版原生态自带卡槽的一个无所 电池效率的话是100 外观橙色的话也是九九新 像这个机器 如果是你选择国航的话是1万多 咱们拿这个是欧版单卡的 单口这边的话是要8500 咱们拿了两台 顺便问一下 你们选择这么大的内存到底能用多少个G 然后又是用来存什么东西的呢 最后咱们再来帮一个朋友挑一台这个14pro256g的一个 美版 它是用来送人的充电只有一次 但是属于这个全新景大修的机器 改好的双卡商代 像选择这种机器 如果是拆过机了 你还能接受吗 咱们以6200帮他挑了一台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更多话家美淘机视频的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